记者由定刚台北报道补教名师徐薇9月确诊 严自我隔离14天 图记者邱荣吉拍摄补教名师徐薇 深休闲打扮 好气色 和儿子将大成7日下午出席2022周创作者大会活动 徐薇老师上月圆要录制 公单区前一天 却传出确诊消息 徐薇表示 当时对子角 李涛很抱歉 严格自我隔离二周 确诊痛苦道 想死 像千万只蚂蚁在咬 徐薇表示 自己确诊香 痛苦 像千万只蚂蚁在头上咬 图记者邱荣吉拍 徐薇表示 录音前一天确诊 完全大烧声 我还录 给脚哥听 李涛特地打给我说要好好保重 他有 朋友确诊后就脑雾很严重 不过他对于隔离很 是 徐薇说 我很严格自我隔离十四天 第一周在房间完没出来 不过消失十四天 粉丝吓坏说老师去哪了 谈 确诊那段期间 徐薇透露 非常痛苦想死 我还发 我还发到三十八点八度 一旁儿子江大成 却爆料妈妈 他是夸张表 行 妈妈在我隔壁房间 我就听到他一直哀嚎 妈 死了 妈要死了 徐薇急忙解释 我这辈子头从来碰过 这就好像是千万只蚂蚁 在头上咬的感觉 薇 左一 当儿子江大成 又一 干半面免费代言人 记者邱荣吉拍摄 对于儿子江大成近年投入干 面市场成绩不俗 徐薇也卖力在第一线帮儿子 力推销 当免费代言人 还在直播中又唱又跳 年 时还曾一个晚上创造三百万业绩 近日也有不少通告 约江大成 徐薇还开心说要一起去玩 对于歌手 其近日将付出开演唱会 徐薇开心表示 听说 门票秒杀 我一定会到场支持